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部分 就是阿里云产品和技术的一个警戒 这部分我们会了解一下阿里云整体的产品和技术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首先我们看一下阿里云产品的一个设计理念 然后其实呢,所有的云计算的产品在设计之初呢 它都会遵循这样一些理念去设计 那阿里云也是遵循这样 然后呢,它把一些这种理念发挥到了更现实的一个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条 那么阿里云首先呢,通过大规模的效应来降低成本 在前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是我们讲到阿里云有强大的技术设施 那么它有遍布全球各个地方节点的这种服务器资源 然后各种各样可购买的资源 那么随着这个规模越来越大呢 实际上我们就会发现平摊到了单个节点上的这个成本 就会不断的降低 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首先想一下就是 比如说我们讲运维成本 那么运维成本随着我的资源池的规模不断的增大 比如说我原来是1000台 那么我现在变成了5000台的时候 那我可能不用增加 原来我1000台的时候 这是打比方啊 比如需要5个人来维护 那么实际上到了5000台的时候 我可能只要有6个人 或者要7个人就可以维护下来 那么我均摊到每一个服务器上的这个维护成本 是随着规模不断增大 不断降低的 再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开发的成本 那么我开发的底层的平台各种软件 那么维护的这个研发团队 其实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那这个人数会随着你部署的节点越来越多 平摊到每一个节点上的这个软件开发成本 是不断的降低的 除此之外呢 就是大规模的这种硬件的采购 以及机房的这种部署等等 那么随着你这个规模越大 你这个硬件集采的这种 集中采购的这种成本就会越来越低 那么单个到单个服务器的这个成本 单个服务节点上的这个硬件成本 也在不断的降低 也就是说随着规模越大 我们会发现我们获得云服务的这种 这个价格就会越来越低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就是一种 共享经济下的一种特点 就是说大家都去共享 让更专业的人focus 专业在自己专业的这种领域 那么他这个成本就会不断的摊薄 第二个设计理念呢 就是我们的多地域多可用区的溶灾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基础设施里 我们可以在全国的任何节点 或者乃至海外的不同的节点上去购买 这种服务器 而且他迅速的在几分钟之内 就可以启动起来 然后并且能够向外提供服务 那以前对于我们来说这种跨全球 跨多地域的这种溶灾的这种设计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现在他能够快速非常便利的获得 然后在同一个地域呢 我们会有多个可用区的选择 这些可用区就是指在同一个地域下 风火水电完全隔离的不同的这种数据中心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多地域多可用区这种溶灾 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唾手可得的 所以这种理念会让我们的业务 更快速更便捷的获得更高的这种溶灾性 第三块呢就是绿色这一部分讲到的 服务化的这种方式开放 也就是阿里云的产品呢 其实他所有的产品我们刚才讲到 通过OpenAPI这种方式 通过在线购买这种方式 我们都是去获得这种资源的方式 是通过租赁 然后不再是像传统 就是在没有云服务之前 我们都要通过购买 购买物理资源 购买服务器 购买存储 购买网络的设备 安全的设备等等 我们才能得到这些服务 而现在我们只要租用 然后快速的就能获得这些服务 这些资源 那么将这种从传统购买 变成租用的这种方式 并且你不仅是租用到一个资源 你还会获得相应的服务的这种情况 来提供这样的 来获得这样的服务 那么这就是阿里云产品 给客户带来的这种 普惠 然后给大家通过这样的设计方式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便利 你能够不断的随着阿里云的规模增长 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因为单个成本降低 第二就是你能够快速的获得 多地与多可用区的这种融栽 然后还有就是你不要再拥有 庞大的这种固定资产 那你可以通过服务化的方式租用到你的资源 并且能够享受到阿里云专业的服务 那么这就是阿里云产品的一个设计理念 这样的设计理念下呢 我们是通过怎么样一个体系 来构建这个整个阿里云的产品呢 这张图就非常明确的可以看到 然后最底层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 也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机房 然后它里头有机架 然后上面摆上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服务器 那么这就是一个数据中心 然后一个数据中心比如说 有5000台服务器的情况下呢 在5000台服务器上有重要Linux 操作系统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整个这个数据中心 就是5000台Linux 操作系统 Linux服务器 对吧 然后呢 至少其实就是阿里云做的一点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灰色的模块 这些灰色的模块就是阿里云的飞天 飞天平台 那飞天平台它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们刚才讲到了5000台Linux服务器 对吧 那么飞天 它其实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 将这5000台服务器 变成了一台超级计算机 也就是说一个数据中心 as a computer data center as a computer 就是将一个数据中心 变成了一台巨型计算机 你可以看到这台巨型计算机有巨大的CPU 有巨大的内存 有巨大的磁盘存储空间 对吧 然后在这样一台巨型计算机上呢 我装了不同的这样的软件 对吧 然后比如说我装了这种弹性计算服务的软件 那么它就可以向外 把我这个台巨型计算机上的某一块资源 单独划分出来给我的某一个客户去使用 那我有这种开放存储的服务 就是我把我的磁盘的空间 分给我不同的客户去使用 并且保证他们的安全隔离 第三呢我们的关系型数据库的服务 那我在上面装了数据库的服务 并且多租户的向外提供服务 我可以这样子依此类推 然后我在上面产生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产品 提供给我的客户 也就是说通过飞天平台 构建的这样一台巨型计算机 将一个资源池变成一台巨型计算机的 这样的能力 然后实现了向外提供各种各样的云服务 云的产品的服务 面向我们的通用的云服务市场 也就是我们的阿里云.com 能够涵盖的这样一个服务市场 还有我们的行业解决方案 我们前面讲到需要和我们的ISV 共同去做的 包括我们的公共云 专有云 包括我们的混合云的一些方案 对吧 然后在这样的行业解决方案里头 去提供给我们的客户 也就是整体是我们一个 阿里的一个完整的产品体系 就是这样构建起来的 我们不仅有底层的这个飞天的平台 构建整个这个资源池的一个 完成变成一台巨型计算机的能力 而且呢 我们向上提供各种丰富的云服务 并且针对不同的市场 提供不同的行业解决方案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提供的这些云服务 到底有哪些呢 我们可以从整个这个产品的一个 生命周期的角度去看一下 当我们要构建一个系统 让这个系统能够向外提供服务之初呢 比方说我们要构建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可能是要去做内容的分享的 那我们第一步要想到的是什么呢 想到的是我的内容 我的内容可以地方有地方去存 对吧 因为我要把信息分享出去 那么首先阿里云的存储与CDN这一组产品呢 可以满足大家将自己的内容存储起来的需求 那甚至你还可以使用CDN这种加速 将你的内容进行分发 实现更多不同来自不同地域的人 能够快速的访问到你的内容的这样一个需求 然后第二部分呢你会想 那么我需要计算的能力 我需要CPU对吧 我需要服务器 那我写的代码 我的网站的代码要有地方去部署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阿里云的这个云服务器 就是谈性计算以及网络的服务 那么首先你可以把你的代码放在云服务器上 然后你还接住一些谈性伸缩的服务 来实现你的网站的这个业务消风填骨的这种能力 同时呢通过负载均衡和专运网络 实现你的一些网络的一个架构 高可用等等 那么这些呢就能够让你快速的搭建起你的一个网站 对吧 然后接下来网站不可或缺的 当你的这个数据量比较大 需要去进行结构化数据存储的时候呢 你还需要一些数据的存储和计算的能力 那包括我们的这种惯性数据库 包括我们的表格存储 一些cash的一些产品能够实现加速等等 那么实现这种传统数据库实现的一些能力 那同样在阿里云的这个云服务产品线中 你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产品去解决你的问题 然后呢随着我们的业务数据量不断的增大 我们会发现数据库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我们要去做一些计算 然后做一些报表做一些统计的时候呢 可能现在的这个数据库服务不能够完全去满足我 甚至说我的数据量变大的时候 可能高并发的能力很强的时候 对我的系统有压力的时候 我的税库也不堪重负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大规模计算的一些产品来提供服务 然后实现你大数据场景下的或者数据量较大 或者高并发一些情况下的一些计算 一些计算的那个能力 然后再随着我们的业务再不断增长 我可能要增加一些新的功能 就比如说我可能要增加邮件的推送呀 然后我可能要在网站上增加搜索的这种能力呀 然后我可能还要做一些这种直播呀 对吧 录播呀 那可能我需要做一些媒体的转码 我可能原来是单个应用 现在我要分解成多个应用 对不对 那我要实现应用和应用之间的捷偶 那么我们消息对裂的产品 然后这些产品都可以帮助到大家 然后还有一些日志的服务 比如说我每个系统后台的日志 有地方存很多长期的这种日志 然后我也很难进行一些分析 可能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但随着业务增长 我可能要做一些日志的分析啊等等 那么日志的服务 也就是说在应用和中间键这一大类服务中 其实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的应用快速 快速具备这些能力的一些产品 那阿里云同样提供这样一些产品来帮助大家 然后最后在日常的这种安全和管理服务中 阿里云也有工具和产品提供 我们整个云顿的产品呢 能够帮助大家实现这个DDoS的防护啊 包括你高防的DDoS啊 包括主机的安全啊 包括你的这个应用的这些里头的内容的健康啊 是不是有一些非法的内容啊等等 这些阿里都提供了相应的这种产品 然后并且很多是免费的 然后同时呢还有云监控的服务 可以帮你日常去监控你的产品的运行情况啊 CPU利用率啊 然后存储的情况啊 网络的情况啊等等 那么这些产品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客户的 也就是说在整个你的产品的 从起初开发到不断的日常升级维护的过程中 阿里云的各个产品都在帮大家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 从数据的存储 从代码的运行环境 数据库大规模的计算啊 还有我们的应用开发的这种快速的工具和中间键 以及我们日常的安全和管理 都有相应的产品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帮助 那我们看看基于这样一个完善的产品性呢 其实阿里云的这个弹性服务 大规模的这种服务 能够帮你实现更多的解决方案 包括我们的通用的 有网站的解决方案 安全的解决方案 存储的解决方案 还有一些针对不同的行业 比如金融行业 游戏行业 医疗 政务 电商等等 O2O 物联网 那么在这些各行各业中 其实阿里云已经有100多万的客户 他已经印证了 就阿里云的产品能够支持他们 去实现各种各样的这种服务 在不同的行业里头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搭配的使用方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给大家简单的去演示一下 我们的管理控制台 和阿里云官网的一些情况 首先呢我们可以登录到阿里云.com 那么这是我们的网站 然后来到这里呢 其实你就进入阿里云的官网 然后官网的入口导航条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阿里云所有的产品 它分为阿里云的基础产品 还有大数据的产品 还有我们的安全产品 还有我们的就是域名和网站的建站服务等等 那么在这里呢 我形象的会把这个阿里云.com这个网站 也就是阿里云的官网作为一个 更多它是一个售卖页面 就是说你需要选购产品的时候呢 你可以来到这里 然后呢去点击你需要的产品 然后进行选购 比如说你可以点击购买 然后购买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不同的 我们刚才讲到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地域 去选购产品对吧 然后选择你不同的这种可用区 然后呢选择你的网络类型等等 然后这个我们会在ECS部分去详细的介绍 嗯 然后呢 然后在这里点击购买之后 哎 然后就可以进入下一步了 然后我们登录进去以后呢 哎 就可以发现就进入下一个购买页面 对吧 然后我们来选一下我们的类型 嗯 嗯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购买去支付 这就完成了一个购买 然后完成购买之后呢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们已经购买成功的产品呢 嗯 我们这里有一个管理控制台 哎 我们进入控制台之后呢 就会看到我所有已经购买的产品 啊 包括产品和服务 然后呢 嗯 管理控制台呢 它包括两大块在左侧的导航 一个是产品服务 这里头就是我已经购买的所有的产品 都会列在这里 第二部分呢 就是用户中心 也就是和这个用户相关的 呃所有的一些信息 然后呃 呃在这里呢 就是大家可以去管理和操作自己相关的产品 比如你点击某一个产品ECS 啊 那就是云服务器的管理控制台 你就可以对你的服务器进行操作了 啊 那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的去介绍 大家可以去访问这个管理控制台 去看看自己相关感兴趣的内容 然后有一个小的这个在用户中心 有一个续费管理这样一个 嗯 这样一个信息 那么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我们阿里云 云服务 它其实进入了一个 嗯 租赁的时代 所有的服务都是租来的 那么 如果你这个服务是一个 7×20是要不间断的服务 我们建议你开通自动续费的功能 然后这样子的话 在你这每一个月结束 或者你已经交费周期结束以后呢 你就可以自动的从账户中扣费 然后进行下一轮的服务 然后不会因为费用的这个到期 而导致你的服务终止 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小tips 啊 小的一个提示 好的 行呢 嗯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本节的内容呢 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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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